大家好,我是今日主播David,欢迎来到今天的蜜蜂财富要闻 今天是2021年8月23日 澳谷盘后,美股盘前,今天的助理分析师团队有David, Arrow和子希 今日要闻包括两大部分,市场快讯以及行情扫描 首先我们来看市场快讯,则来源于AF2的要闻 澳谷收涨,科技股领长 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,上周五表现强劲的情况下 今日,澳谷科技股表现最佳 NearMap上涨7.1%,APEN上涨6.5%,NEXT TTC上涨2.9% 以电池矿商为首的材料板块也表现不错 皮尔巴拉矿业公司,皮尔巴拉麦尼尔斯,股价上涨7.9% IGO上涨4.5%,Oral Cobre上涨4.2% 下面是四则来源于F2的快讯 Macgrass恢复股息,由于住宅物业市场在21年的强劲表现 地产经济商Macgrass利润达到190万澳元 股价在过去12个月里翻了一倍多 并且恢复每股1.5分的股息 Virtus Health以4,500万澳元收购 Aldura生育和日间医院 Virtus Health将收购Aldura在全澳大利亚 设有的四个辅助生殖服务诊所 和三个日间医院 此次收购将通过承销机构配售和现有 现金储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筹资 机构配售将以5.4%折扣和每股6.8澳元的 固定价格进行 NAP利润盘升宣布创纪录的股息 思维健康保险公司NAP2021年的净利润 上升了84.5%至1.6亿澳元 同时该公司宣布派发每股14.12分的历史最高股息 第四则 矿业承包商MAC扭亏为盈 MAC税后净利润跃升219%至2,070万澳元 公司同时宣布派发末期股息 每股2.5澳分 是全年股息增至每股5澳分 同样三则来源于F2的快讯 线上金融服务商LATITUDE预计上半年股息7.85澳分 该公司上半年现金净利润1,210万澳元 略好于预期 然料丁受伤AIMPRO上半年盈利大幅上升 下半年疲软 该公司吸税前利润从一年前的2.21亿 上升至3.4亿澳元 同时宣布52澳分中期股息 由于疫情下半年开始后的七八两月 燃料供应量下降15%和18% 能源公司Cuper Energy销售额和净利润创纪录 公司在21产年的销售量增长了94% 达到301万桶油的当量 收入飙升69%至1.32亿澳元 产量排升69%至263万桶石油当量 进入行情部分 首先来看标普澳教措200指数 收入7489点 单日上涨0.39% 下面来看客股表现 SX200涨幅部分前三名 首先是POS属于材料板块 涨幅为11.39% APEN APX属于软件和服务板块 涨幅为7.09% 以及Near MAP同属于软件和服务板块 涨幅为6.87% 跌幅榜前三名 首先是Nib NHF属于保险板块 跌幅为11.03% TPG属于电信服务板块 跌幅为5.78% 以及GM属于消费者板块 跌幅为5.71% 厂交减合排行榜 前三名第一名BHP 厂交减合为4.95亿澳元 FMG 2.87亿澳元 以及CSL 1.41亿澳元 下面我们来看先古部分 涨幅榜前三名 AZS材料板块 涨幅为48.78% DXB属于制药板块 涨幅为11.48% 以及KLL属于材料板块 涨幅为10.81% DF榜前三名 第一名3DP属于软件和服务板块 DF为12.50% NMT材料板块 DF为8.07% 以及HUM属于多元金融板块 DF为6.22% 500万以上成交减合的先古有 PDN INU IMU PL GM CXO SYA FEX 前面我们来具体看SX200 涨跌幅榜第一名 以及先古部分的涨幅榜第一名 首先是POS 属于材料板块 涨幅为11.39% 创交额6725万欧元 POS是一家新兴的离坦生产商 专注于开发其全资拥有的世界级 Piogura离坦项目 该项目位于西奥的Piogura Piogura地区的Headland 港约120公里处 一年日线图可以看到这只股票走势也非常平稳 尤其是在拜登政府公布了电动车计划之后 迎来了两周一周大幅的拉升 但是在近期有一定的回调 但是在这个交易日又迎来了一个大幅的回升 并且伴随着一定量的成交额 三年周线图 以及其五年月线图 五年月线图可以看到 这只股票在20年年初初级低点之后 变得活跃起来并且一路攀升 一直年创新高 伴随着较高的成交额 下面是NHF SX200DF榜第一名 属于保险板块 今日跌幅为11.03% 成交额为2115万澳元 NAP Holdings Limited的主要持续经营活动 包括为澳大利亚居民 新西兰来居民 国际学生和澳大利亚旅客 提供私人保险 医疗保险 并从事全球旅游保险销售和分销 同时他也提供人寿保险服务 今天他发布了价格敏感性公告 21财年全年业绩公告 公司公布了截止至 21年6月30日的12个月 21财年的经营业绩 集团基本收入增长2.9%至26亿澳元 集团基本运营利润增长39.5%至2.049亿澳元 一年日线图可以看到这只股票 一年来看处于一个缓慢的上升状态 并且在61均线附近有一定的支撑 可以看到在近日 其攀升速度也非常的明显 但是在这个交易日发布公告之后 可能是由于公告不及预期 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跌 并且伴随着较高的成交额 三年周线图 可以看到这只股票 尽管近日一直攀升 但是也仅仅是触及了在19年7月份的高点 并且并没有打破其记录 五年月线图 下面是AZS 先古涨幅榜第一名 属于材料板块 今日涨幅为48.78% 成交额为280.66万澳元 AZS是一家位于墨西哥的 澳大利亚矿产勘探公司 公司在澳大利亚和国际上拥有 已证明的矿物发现和矿山建设资格 今日同样发布了价格敏感性公告 在Andover发现多块大规模的 镊铜硫化物 公司继续在VC07东硫化物矿床 发现大量可见的镊和铜硫化物 包括大量的块状和半块状硫化物区间 日线图可以看到这只股票 在20年年底初级高点以后 迎来了连续的将近一年以上的滑落 并且持续至今 但是在本个交易日发布了公告之后 迎来了一个较为明显的拉升 便伴随着较高的成交额 三年周线图以及其五年月线图 以下是今天所有新闻的信息来源 蜜蜂财富智慧理财全球精选 死人定制 其他业长青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